港医官看不见在这个21号的报纸 报纸在邮件买到旁边小确性沙滩 特地来基盘着手机静态的活动 要转到中市海华的环境 加进一种行列的建议 好好跟公司的团体共同来相应 港医官对王张良亲自告知 专业大家共同来静态 当时感谢到各大伟专人 作为用海洋的地境 专业来收获得各医官海洋环境 还有心态主管 管理官在哪里表现 这件的政策叫翁尼最大的差别 是有更多民间企业 还有贪围加力 尽管有没做的学生 还有少年人都共同性计 之前常常看起的会期 蚵仔棚 保利隆 还有海洋本舍的围局 海洋新闻 如今有更多企业 领用主发型的政策非常感动 今天我们在布袋的小确幸沙滩 那今天有很多企业界 也有一些学术团体 还有我们的国小 那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那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海滩 给它做静滩 那听说原本这个海滩 突然间上来很多的苛刻 那前几天还没有 那透过这个大量就上来 然后就退潮 我们就看到好多好多的苛刻 那包括很多的漂流木 那所以今天大家齐力 把这些苛刻跟漂流木 来做一个整理 那也把这些海洋的废弃物 能够有一个这个 能够让它不至于污染这个海滩 那当然现在嘉义先政府 把海洋废弃物 也做了很多的循环经济 那比如说会科省 跟这个会雨网 那透过台湾公司把它做成机能一 让它恢复原来的状态 那再来是像我们的科科 那我们也透过加工再利用 能够添加到工业上 那具有抗菌 那还有防臭的效果 所以我想很多的废弃物 如果善加利用的话 它不会变成废弃物 它还可以循环再利用 那有的还可以变成经济上的用途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爱护我们的土地 那一方面让它干净不至于污染 另一方面有的物品 可以透过循环经济 让它变成可以再有用的东西 所以大家共同来努力 我们从108年到111年 这三年来 我们调查嘉义县的这个海岸废弃物 就海废的种类 可以看得到其实前几个 包括宝特瓶啊 瓶盖这些瓶罐类的 比例还是最高 那为什么 因为台湾虽然资源回收 已经继续回收率已经很高 为什么这些还是比例很高 因为这有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其他国家 或是对岸来的 那这些的瓶罐呢 被我们回收回来以后呢 它跟陆上回收的差别在于 因为它这个远洋飘过来 它已经有非常多的盐分 跟藻类在上面 所以在处理上面 其实就比较困难 所以它要回收再利用的时候 的成本就跟着比较高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 这些的海费应该是 全世界的议题 大家一起来做 就不要到其他国家去 那其他国家去的 其实它也很难处理 除处之外 管府 这些媒体合作成企业 中企业 还有海洋飞机物 飞收再利用 变成新商品 那是去的公司 输用海费 索格铁肉 跟着商品的冰箱 台藤 还有台商企业 中企业 软格 运用到相关商品 利用抗菌的特性 冲着循环经济模式 让飞机物 不然是飞机物 点头是行为 经济的一环 赛新新闻中 一行报的地方 蔡宏伯德 这个地方 是我们中国三个地方 可以说是真好最多的地方 这个地方 一直未来 大概差不多是八十几天的休休 现在有意愿的厂商 已经高达一百多亚 我们今天的动作 代表我们中国 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嘉义官 每个三个服务同步启动 四个重大建设 再加上 蔡英文总统 八位十三来参加 无人机国家队 要设在嘉义 带动他的嘉义的元气 这所有的重大建设 若无中央支持丢天 一行就不可能完成 今天嘉义两个方向 同时开港 这个立宿下来 这个在台湾的地方 算头一回 嘉义招头而已 共亿佣 嘉义丰致 大家作为老名 主持人欢迎设 嘉义将会支持 和我们一起 替你帮我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